嗨 大家好 我是肉丝石净霞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中国男人的话题 中国男人是不是就是世界上最差的男人 中国男人是不是就没有好人 中国男人是不是都是懦夫 中国男人是不是都是就是挥拳 像弱者 打老婆打孩子 欺凌这个弱女子 中国男人是不是都不敢见义勇为 我相信大家呢对刚刚我问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肯定都是回答no的 对不对 中国男人就一定没有外国男人好吗 我不这么认为 那有人可能说呢那你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你男朋友是外国人呢 你怎么不找中国人呢 我在这个征婚的时候 我是没有这个族裔的这个限制的 没有说我从来没有说就是我的征婚条件 说我只我只这个想找一个那个高枷锁的 是吧 只想只想找一个那个白人血统的 没有 我没有这个要求 那我征婚的时候就是主要是看呢就是这个有没有演员 然后呢就是这个三观是不是和 然后呢交流起来呢能不能有共同的语言能不能交流 跟她的她是什么种族没有关系 我在这个国内也征过婚 在这个国际婚恋网站上也征过婚 都是没有这方面的限制的 我在国际婚恋网站上征婚 还有这个欧洲的 那这个欧洲的血统的 是吧 这个还有这个中东的血统的 这个其实 为什么要那么多的限制呢 是吧 我是一个脑子里没有 没有障碍的人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嘛 所以他男人啊 跟他就是说是哪个国家的男人 是哪个种族的男人 那么就是说好像他要是中国的男人 就会就会差吗 就低人一等吗 是吧 他如果是黄皮肤 那么他就差吗 他就不如那个这个蓝眼睛的吗 是吧 他头发茂密的 他就不如那个脑子上眉毛的吗 这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看人你不能看的 你不能看他的这些 他自身决定不了的这些东西 就是像一个人的这个 什么身高体重啊 外貌啊 种族血型啊 这些东西都是他自身无法决定的呀 所以大家不要呢 就是说啊 动不动就说中国男人没有好男人 中国男人好男人多的事啊 是吧 那么 为什么在唐山 这个殴打女性这个事件里边 我们会觉得好像那么多男人在旁边 在看着 竟然都没有一个人上去 是吧 竟无一人是男儿 我觉得看这个问题呢 与其你呢 去指责啊 那些啊 这个没有去建议勇为的男人 你不如去想一想 为什么人们没有建议勇为 这个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其实大家稍微的去了解一下 大家就知道在中国建议勇为的后果是什么 在中国建议勇为的后果 有太多太多的例子 就是你建议勇为了 然后呢 你打的那个 这个侮辱女性的 你打的那个 这个这个斗殴的是吧 你去 你去做的这些事情啊 他们好像没有受到惩罚 而你却因为出手伤了人了 或者说啊 这个破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 造成了一些财产的损失 然后你却成了那个背锅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美举啊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过以前啊 所以说你想一想啊 就是你在这个 一个这个制度之下 这个体制之下 你一定就是 不要把一个人呢 把它孤立到这个体制之外 任何人呢 你都不是一个孤悬起来的 所以你想在这个体制下 他不保护好人 你作恶 付出的代价很小 可是你要行善呢 你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啊 那就说 不是说中国男人 他天生就懦弱 他天生就自私 而是在这种体制下 在这种环境下 他几乎是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这个 在中国是这样啊 就是我现在感觉啊 在美国啊 也有这个苗头 大家肯定都知道 那个2020年 那个美国呢 发生的那个 弗洛伊德的那个案子 是吧 这个弗洛伊德这个人呢 是个黑人 是吧 他当时是什么呢 他喝他这个吸毒也吸嗨了 是吧 然后他拿这个假钞去买东西 结果被店员发现报警了 然后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之后呢 他也没有呢 就是说 呃 这个就就服从警察的这个 这个指令啊 他还有那个反抗 然后这个警察呢 就要就要制服他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采用了 就是警察制服犯人 常用的那种方式啊 那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 他死了 啊 那么 呃 他就他说 他说他不能呼吸啊 就是好像 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死了 是这个 然后就等到救护车 把他就带走啊 就是说他死了 那么这个这个案子呢 啊 就引起了啊 这个美国啊 乃至啊 这个欧洲啊 等等很多个国家的一个黑命贵 啊 BLM 是吧 哎 大家应该 大家应该就知道吧 那么 这个弗洛伊德 他是一个黑人啊 他吸毒啊 他还曾经有很多这个犯罪的前科 比如说拿枪指着孕妇的肚子 啊 抢劫啊 然后呢 像这个拿假钞买东西 这个吸了毒之后 拿假钞买东西 这都算轻的了 啊 但是 哎 就是因为他是个黑人啊 那么所以呢 就引起了啊 这样的一个BLM运动 当然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呢 这个 这个川普和拜登啊 在竞选这个总统啊 然后实际上呢 就是那个 这个美国的民主党 就利用这个事件 让他发酵啊 然后所以当时什么佩洛西啊 等等他们 哎呀都 拜登啊都呢 这个像这个黑命贵下跪 啊 然后一时间呢 这个 这个进步人呢 都觉得这是一件 进步的事情啊 平等的事情啊 但是他产生的后果 就非常的恶劣 恶劣到什么程度 恶劣到现在 就是在美国很多地方 如果是黑人 如果警察发现啊 就是犯案的是黑人 那么警察呢 就 警察如果是白人的话 那么警察呢 就 畏手畏脚 啊 如果那个警察是黑人 犯罪的也是黑人 那么这个警察呢 才会比较啊 放心大胆的去执法 这样的例子也发生的特别多啊 而且呢 在纽约地铁上就曾经呢 有这样的视频曝光 就是什么呢 在地铁里边有那个黑人啊 然后他把帐篷驻扎在地铁里 然后呢 嗯 他呢 好像应该是他老婆 也在在地铁住在那个帐篷里边啊 说饿了 然后他就从那个地铁里 地铁里边啊 车厢里边 他们安放的帐篷 他从那个帐篷里出来 然后就呢 在车厢里就截略呢 这个其他人的东西 然后说 我要给女人吃 啊 然后呢 在那个车厢里边是 有男人有女人 啊 他去抢东西啊 什么的 没有一个男人站出来阻止他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黑人 因为他是个黑人 啊 就是就是这样 你想当一个制度啊 他不保护呢 这个良善的行为 当一个这个体制啊 就是说 他本身是有问题的 他就会激发人性中的恶 所以你看 在美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人们就建议不敢勇为了 因为前面有前车之鉴 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 然后结果这个警察 抓弗洛伊德的那个警察 现在在监狱里 被判刑了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一直就是在 在争论的说 就是说这个 弗洛伊德的死 到底是怎么死的 啊 他是被这个警察 这个跪死的呢 还是因为他自己 吸毒导致的窒息而死呢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 这个一个争议的一个焦点 所以说你看啊 如果你这个制度 哪怕你是在民主国家 如果你的制度上 发生了问题 你的这种舆论的导向上 发生了问题 那么 当人们面对 这个邪恶的时候 当人们面对啊 这个具体的情境的时候 他尚且都会畏首畏脚 那你更何况在 这种专制独裁的体制之下 司马迁不是在 报仁安书里说过吗 是吧 这个猛虎在深山 他百受正恐 可是当他在警戒之中 是吧 时间长了之后 见到这个人 他就会摇尾起始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的啊 那个百兽之王的那个精气就没有了 因为他已经被驯化了 因为他已经丧失了 他那个老虎的啊 那种啊 那种血性 所以说中国的男人 说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懦弱 中国的男人为什么这么怕死 中国的男人为什么不敢冲上去 因为中国的男人啊 所生活的这个环境 的确会让他们不敢做男人 做男人的代价太大了 做个孬种 至少还能够活下去 还能够有限度的啊 保护自己的妻儿老小 所以我们看那个当时现场上 现场不是有一个这个女孩子啊 穿蓝衣服的女孩子 他的应该是他男朋友吧 就是保护他 第一反应 所以他男朋友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们能看出来 看那个视频里面 他男朋友不是那种身强力壮的 也不会武功 当然他也没有枪 所以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保护自己的女朋友 我觉得一个面对危险的情况下 一个男人能够想到保护自己的女朋友 当自己的女朋友拼命要冲上去送死的时候 他把他拽回来 他把他抱住 他已经尽力了 你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是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要苛责个体呢 你为什么要苛责个体呢 你为什么你坐在电脑前 你坐在这个屏幕前 你坐在马桶上 手里拿着你的手机 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你可以去责伯这个责伯那个 是吧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怎么样 不要学成龙 成龙 说他气得一夜都睡不着 中国的男人怎么能这样 可是你想想成龙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他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说实际上最好的 最好的办法 现在对于我们广大的中国人来说 男人也好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还是呢 应润尽润 真正的想保护你的老婆孩子 那就摇摇牙 努力奋斗 把他们带离那个让行善的人心惊胆战 让想伸张正义的人 这个左思右想 前后都有顾虑 离开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地方 把你的家人 把你的老婆 把你所爱的人 把你的孩子 儿女 带到一个相对而言 会更加好一点的地方 我为什么说相对而言更加好一点的地方呢 你看我刚刚不是举美国的例子吗 是吧 你看在一些特定的场合 面对一些特定的人群 他们也已经有了这种畏习之情啊 就是不敢动手 畏手畏脚 但是整体上来讲 还是呢 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就像我男朋友Steven啊 就是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那些男人为什么不动手 为什么不去冲上去 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会的 男人们肯定会要冲上去的 如果有人在那里殴打女人 然后我就给他解释 我说因为中国的政府 不保护健义勇为的人 我没有说中国男人不好 我没有说中国男人都是懦夫 我不这么认为 我就认识很多中国的男人 男同胞们 他们不是懦夫 他们不是没有良知 他们不是没有勇气 他们不是没有正义感 他们有很多人 自己并没有在现场 但是他也在自责 就是那些在现场的男人啊 男性们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会自责的 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每个人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都有自己的妻儿老小 我们遇到这种事情呢 我们事实上是适合要求自己 而不适合呢 去要求别人 把最高的标准 用到自己身上 而对其他人 对个体 尽量多一些了解之同情 尽量的不要苛责 只有这样呢 我们多一些同情 多一些怜悯 然后呢 才会呢 让更多的人呢 多感到一丝希望 而不是说 就是从来不会设身处于的想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 而是说 这个如果是我 我会如何如何 可是当你说的时候 你完全忘记了 你自己到底是 有几分橙色 每个人呢 都要认识到 自己人性里边的 那些软弱的东西 然后呢 就不会呢 假装 伟大 光荣 正确 道貌岸然 就会呢 更多一些敬畏 更多一些 对自己的自行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更好地 做到爱人如己 无论如何 祝福大家 哈利流言 感谢 感谢